明明有颜值,偏偏要靠才艺出道 那个曾经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的东北爷们 现在的身材居然比流量明星还抢眼 一度以为自己演花了 谁能想到呢 从前的小沈阳不就是演小品 逗乐的吗 想当初她还是个瘦瘦弱弱的小伙 如今她在演唱会上 小背心一穿 肌肉鼓鼓的直接圈粉一大片 身材管理大师啊 这是大长腿宽肩斩腰 咋着一下子独拳齐活了吗 这几年也没见 怎么突然就搞出个大变样了呢 小沈阳站台上唱歌那劲 手一举黄毛一甩 哎呀制造一个消化 咱这平常见的小沈阳 啥时候这么洋气过 关键是这腰本溜溜而直 那后背也是杠杠的 一看就是天天健身房没少跑 这么一捣吃 嗷嗷的粉丝都说认不出来了 差点以为是哪位韩国偶像跑来了 其实明星也好 咱普通人也好 这变化和努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咱寻寻 要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做好自己 谁又敢说咱不能有个大变样呢